這兩天選票也陸續運送到各鄉鎮市公所保管 各地派出大量警力 介護護送 確保所有選票 完整封存 安全路庫 也要確保投票當天 工作順利進行 各地警方鶴槍實彈嚴正以待 不過這一回不是要互抽 而是要互送選票 九合一大選投票前 各地警察局也動起來 配合選委會和各地區公所派出警力 在印刷場領票之後 一路運送到區公所的選屋作業中心集中保管 選屋人員確保所有選票都完整封存之後 就會安全入庫 雙北市派出大量警力介護 搜證人員全程錄影不敢大意 而民主價值也不會因為距離而改變 空情總隊日前也派出直升機往返 金門烏秋香載運選票以及選務人員 光是空情成本就大約五十萬 零零總總計算 島上笑稱一張選票平均成本將近三萬 堪稱是全國最貴的選票 明天就是投票日 選委會也再次提醒民眾投票要戴好口罩 口罩上禁只有候選人號次 記得攜帶身份證印章和投票通知單 另外從二十一號起通報確診的民眾 當天無法外出投票 違者最高將開罰兩百萬元 記者謝震靈珠鳳之無期稱 綜合報導 綢歐 曹聖石 から 國家 bell 國家 台灣